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已经做出一番事业了 克服了体能障碍 以及季后赛对决士连续投出三不沾的心理障碍 人生第一次坐稳了胡人首发位置 如愿成为心机时 对着禅师大放着要超越乔丹的厥词 二十而立 年纪轻轻被捧成了小王子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去月七年成了亿万富翁 帮胡人开创了公牛 以后的第一个王朝 到现在 还没有哪支球队能再完成一次三连冠 这也是明年勇士的目标 他当然早熟 从刚有点个人意识起 他就献祭式地把自己奉献给篮球 这一往无前 纯粹专注的决心让他有了超脱同龄小孩的成熟 长大之后却也难得保住了赤子之心 但科比的早熟 也给他带来了无数痛苦 哪个孩子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跟父母决裂 哪个新人敢不知天高地厚地挑战更衣是尊卑次序 执着让他失去了亲情 友情等等普通人最为珍视的东西 他也开始思考 自己在离开篮球之后 将过上怎样的人生 可以说 在奔三的岁月里 科比是困惑的 在私人生活上 他失去了父母的宠爱 也差点失去妻子 在球场上 他失去了奥尼尔和禅师的支持 一度成为孤家寡人 但偏偏 是子 不知何为放弃 命运也给他足够的垂星 让他能追回瓦尼莎 跟禅师和解 还找到了加索尔这个队友 30岁那年 科比正式带领胡人重回巅峰 打进总决赛 拿下人生第一座MVP 并率美国南蓝北京夺金 在鸟巢 他面对数万亿国观众的珊瑚海啸有些害羞 但他那时应已逐渐明白 在山重水负中踏出柳暗哈鸣 的故事已经铺展开来 心头该敞亮了 后来 跟剑断裂的时候 他是哭了 知道自己巅峰不久 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被偏爱着 知道时间会跟讨债鬼似的 会追上我们每一个人 知道天命了 五冠加深 他仍是被歌颂的 被膜拜的 也是被质疑的 被挑战的 他体会人间百态 独独在无困惑 超越乔丹历史第一 这可能是他曾经最大的执念 也放下了 淡然的在商庭中与胡人牵下令人折舌的养老大合同 淡然的用纪录片镜头拍下腿上长长的伤口 流着泪回忆自己失去的小孩却也能很快止住 淡然的在最后一站扔掉话筒 淡然的看着自己的两件球衣 被永远悬挂在斯台普斯上空 看着泪眼婆娑的珍妮温柔微笑 他仍是个行路的少年人 不声不响在有交锁敲割中 把投资的小众饮料品牌做到全美第三 推荐自己最信任的经纪人做了胡人经理 倒是拿到奥斯卡的那一刻 他有点不淡定 仿佛是把第六罐握在手里一样 百感焦急 痛病快乐着的 日子早就过去了 柯比会拥着心爱的妻女共度她的四十岁生日 不想归去莱西的讨钱 柯比并没什么今世作非 但她的记傲 她的一安 如此自然平淡 也算乐夫天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